上一集我讲了10个越南退休的Q&A 大家觉得在越南退休如何呢? 没看过的观众就记得看回和留言留下你的想法啦 今集马丁会继续和大家以Q&A的方式 讲解一下越南的发展、投资和做生意的开放 和所需要注意的事项 在开始之前记得按Subscribe支持一下我们啦 Centro,我是马丁 一个专注成为越南通的香港人 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可能就会问啦 喂,我只是二三十岁人而已 越南适不适合我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要和你目前住的城市做一个比较 例如在香港,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呢? 生活的压力会不会很大呢? 我就认识很多在香港、台湾、内地住的一些同辈 都非常之有野心、非常之有能力 希望可以闯一番事业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 亲自去越南住一两个礼拜 你就大约可以感受到 在越南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生活和做生意啦? 等开关之后 大家如果想找一个人带路的话呢? 就记得找我和Kixon啦! 第二个问题啦! 在越南做投资、做生意有什么好呢? 第一,越南其实有很多行业给我们选择和发挥 在香港啦! 我们单单只有金融业才比较容易发挥的 在越南每一个行业都是一个初期发展的阶段 如果你喜欢小朋友的话 你可以开playgroup又或者是幼稚园 入行的门栏一定比起你在香港做同样的东西低 第二,是创业的成本 基本开间餐厅或者cafe 只需要二、三十万左右 之前另一位YouTuber 王宝强就在越南的工厂区那里 开了一间宅货店 连货 成本都不需要十万 因为成本比较低 所以就有机会让我们做到一些在香港想做 但是因为资金不足又或者竞争太大 甚至是一些被大集团已经垄断了的事业 那就从而产生一个上流的机会 第三,在越南外国人是否可以做生意的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你是需要有签证、入境的话 那就可以了 不过要注意 有一些行业 例如是新闻杂志 赌场 或者是证券买卖 是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 之后我会拍片讲解多些在越南做生意的细子 第四 亦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在越南可以赚到多少钱呢? 我只可以说 The sky is the limit 我记得在Facebook有一个page 就叫做不小心在越南赚到一千万 虽然我就不知道他说的一千万 究竟是越南盾啦 美金啦 还是港元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选中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的话 一千万港元 绝对有可能 或者大家可以重温ViuTV的港南入序搜刷 越南篇 大概开一间餐厅的profit margin是30% 比香港的十几个%高很多的 第五 在越南做生意需要多少资本呢? 基本的入场费是10万元 一般如果开一间店铺 就需要20-30万 做到非常高级 或者是货非常多的话 就可以达到100万的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例如开一间珍珠奶茶店 做自己的brand的话 一开始的投资金额 可能需要10-20万 当中包括了设备啦 租金的按金啦 还有管理费等等 之后每个月的开支 例如是灯油火纳 员工 还有原材料的支出 如果你是想做其他生意 例如是贸易的话呢 这个项目就可以相对低一点了 可能10-20万都OK 第六 怎样知道在越南做生意 有没有需求呢? 你一定一定要亲自去越南住一两个星期 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 可能你遇到的问题呢 很多都是一些机会 给你去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去解决的 举个例子 你可能在香港是一个健身教练 你可以在越南 租一间Airbnb住 你可以发现原来附近有很多的住宅区 很多大厦 但是就没有健身房给你去做运动的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深入去调查 问一下业主 又或者在街上撞到的肌肉男 到底他们在哪里做健身的了 这个方法可以让你很快知道 在越南做生意有没有需求 第七 怎样去越南成立公司呢? 你一定要找一间会计和法律公司 去帮你做这件事 这一笔钱绝对不可以省的 因为你必须要找一个 懂得当地的法律的人 帮你去查一下行业的限制 发牌的制度 公司的架构 和一些税务安排等等 我记得有一个外国人 曾经打算自己去完成这些文件和步骤 最后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和花了几千元美金 都开不成一间公司的 第八 我现在是否可以立刻飞去越南做生意呢? 暂时还可以 同样的道理 你需要签证才可以入境 去到当地做视察 始终疫情之下 有很多资讯都还未全面 例如餐厅是否只有少量的客人呢? 有没有游客呢? 这些都需要实地考测才知道的 而且开公司的话呢 我都是建议你去到当地才办理那些手续的 所以 等多等啦 第九啦 在越南做投资 做生意 有没有一些是需要 难外注意的事项呢? 是有的 第一 金钱的成本 逐一说就是教学费 我有一位朋友的爸爸 就在十几年前 跟越南人在当地一起买地 想做生意 就不幸遇到神棍 在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之下 就损失惨重了 第二 是时间的成本 我们需要花多些时间 去了解当地做生意的文化 例如 当地是喜欢月头还是月尾去过数的呢? 又需不需要 跟地方的政府官员 和公安打交道呢?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 最后啦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马丁和Kidsson 这么坚持要在越南做投资 做生意 一个字 窮啊 如果我们是富二代的话 家里是住香港的半山 又或者台北的101的话 我想我们都不用那么辛苦 去其他地方找机会啦 另一个原因 是我们觉得香港 并不是一个适合追梦的地方 坊间的例子就很多啦 例如一些 被人培养了十几年的运动员 由小学校队做到去港队 但因为缺乏生活费 所以就要放弃做运动员的理想 出去社会打工赚钱 或者一些想开铺子的朋友 因为香港的租金太贵了 所以就选择去打工 做回民职 久而久之 就没有了想发展自己专长的野心了 当然 加上一些外围的因素 和香港的因素等等 所以我们决定去一个 有机会创一番事业的国家 越南 好了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希望大家对于在越南做投资 做生意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当然了 真的要做投资做生意了 怎会只剩10条的Q&A 如果大家有其他疑问的话 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下一次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 房地产投资了 大家记得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还有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今天就先到这里 下次见 慶祝你